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2006年的一个想法 如果大人不能改变现状 至少要能为孩子做一些事 催生了指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 不拿政府经费 单靠民间捐款去每个乡镇演出给孩子看 孩子的第一历路5年走完第319乡镇 但是一代接一代 还有更多孩子等待未来 因此319变368 然后孩子的第一历路 伸出指风车台湾江村卡车艺术工程子计划 透过民间企业认捐与表演团队参与 文化部也编列经费补助演出费 犹如变形金刚的改装舞台车 过去三年来 已在全台19县市 103个乡镇市区演出过 137场次艺术卡车 换新装赛企巡演 文化部长郑立军自报 曾应征319亿工力停止风车实现 公民文化平权 记者林梅雪社 今年变形金刚进场变身后 又出国宣扬台湾在地文化 回国后 于今天下午首度 在台北展示全新面貌 并宣告赛企全国巡演计划 首场将于10月27日 驶入台中无欺国小 由台湾特技团领衔演出 10月28日 在带着九天民俗集团 驶入新北市新装光华国小 由台湾特技团领衡 顶尾仁